哈囉 又跟大家見面了 這次呢Q版人物的插畫呢 已經到了第三集了 從第一集的這個人物的骨架 然後呢第二集的 這個知識的變換 然後到現在第三集的 顏色的這個教學 那希望大家能夠用心看 然後呢也相信一定會對大家 有所幫助的 然後呢我有留言跟大家講說 大家可以呢畫好了之後傳給我看 那陸續呢有一些網友呢 有跟我說他會傳給我看 那有的人呢是都沒有跟我講 直接就傳私訊給我了 那我收到呢是很開心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我收到的時候很興奮 然後也很替你們開心 不管畫得怎麼樣我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然後呢也當然 因為我做的這個教學也是 說實在也蠻辛苦的啊 我也會很希望大家可以呢 跟我一起呢 就是一起努力一起學習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如果很多人想要畫畫呢 都會卡在這種很基本的結構上面 不會畫 所以我才會想說來教這樣子的很簡單的插畫 OK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訂閱喔 然後幫我轉分享 也幫我按個讚好嗎 那我們今天第三篇的這個上升天 一樣大家如果有問題也一樣可以私訊給我 然後也可以跟著我畫 畫好之後呢一樣可以傳給我 我都會找時間幫你們看圖喔 OK 那我們就來看影片吧 今天要來為大家示範上色 好那我們上次呢畫到這個階段呢 那接下來就是要幫他先做描線這件事情 好因為我們已經有幫他畫好草稿了 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將草稿的不透明度呢 我們幫他呢降低 就是你在視覺上看起來有明顯的變淡 然後呢我們開新的圖層在他上面做描線 如果覺得像這樣子就可能會有點太干擾 好就是我在新的圖層描線的時候 底下的草稿會太過於明顯 所以你可以自己斟酌 只要可以看得到不影響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開新的圖層 那我現在呢會先從最簡單的開始描 好那描線的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 第一個要有線條的粗細 盡量要有粗細的變化 好然後第二個就是你一開始描線可能會覺得 手很慘 就是怎麼畫得不順 好那你可以呢拼拼臭臭像這樣拼拼臭臭的 小小的這樣子的線條拼成一個線條 好比較長的線條 那你如果你一氣呵成 當然順的話就是很好 但如果歪了之後你就是要按復原 那就是整條就都沒了 好所以如果一開始線條不是很順的同學呢 你就乾脆讓他整個線條都有點這樣子的 就是沒有很整齊其實也都沒有關係 只要結果是整齊的就好了 好那也是另外一種表現方法 好那我現在呢就開始來專心的描線 那大家就先專心的看我怎麼描線 好那我描好這個帽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說因為帽子是軟的 所以呢我在描的時候呢我會讓他有一點點這種 依照他本身的這個材質 然後去注意一下這個線條本身呢會比較多的起伏 好因為他是柔軟的好所以這部分呢 呃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你的描的時候你是什麼樣的一個材質 好那接下來我要來描頭髮 那麼大家看一下 好順喔 好 對稱功能 剛剛是用對稱功能 把這個眼睛五官 好臉型稍微呢 用對稱會比較 比較整齊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些不對稱的地方 我就再接著把它完成 然後呢這個線條呢 我覺得在畫的時候 多少你們會覺得好像很難 很不順 其實呢就是要花蠻久的時間 除非你的軟體有那個導震的功能 那就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對於這個線條的部分 這個不整齊的部分 還是很多同學到現在會一個 需要克服的一個問題啊 但是我個人是因為 我本身在秒線的時間也花蠻久的 所以在示範的時候 我會示範快一點點 那描線有蠻多種方法 就是說可以故意製造那種 比較混亂的線條 出氣比較明顯的感覺 你就不會讓人家care說你的線條好像有哪裡不整齊 容易被人家覺得好像你畫不好 好你就是故意讓它有點抖抖的 比如說線條讓它就是有一些 類似像粗細比較明顯的這種變化 好就是讓它有點亂亂的小小的亂 可是亂中有序 這樣子的話其實就不會讓人家覺得你的線條好像 那邊畫錯了這樣子 好然後接著你看我的圓也沒有真的畫得很圓 好那我們接著再繼續 好那描完線之後呢 我們把草稿可以 它的那個圖層可以關掉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將每一個 位置上面做一個平圖 然後就是在臉的位置上面 頭髮的位置 衣服 好就是膚色 各別呢 做一個分圖層來畫它的底色 好那現在呢 我開新的圖層在這個線稿的底下 那接下來就是配色的一個問題了 好那我們先簡單的將它的膚色 先做一個甜色的動作 好 那現在因為沒有任何的技巧 大家可以先看我把所有的顏色先 配置起來之後我們再來看要將它的每一個 位置用什麼樣的配色再來決定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可以先將顏色填滿就行了 我這邊稍微做一下解釋 因為軟體的關係每一個軟體不太一樣 那這個軟體有一點點方便的地方是它的填色部分沒有像是 這個可力粉這麼的方便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個習慣的一個軟體 只要將它填好底色就可以了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法 好那我現在就是先把它的這個 呃 邊線呢 有白邊的地方 我們先把它給畫超過 超過這個範圍 就是 呃 頭髮的部分等一下會有新的塗層蓋上去 所以我現在在呢 將這個皮膚的跟頭髮之間呢 讓它畫出去 這樣等一下呢 就不會有白邊 那類似像手這邊 後面背景的地方沒有可以蓋住這個手的 所以我們 我會將這個 手 膚色的範圍務必呢 一定要填整齊 不要讓它超過它的 手的範圍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 我的軟體的關係 有一些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那像是剛剛那個白邊啊 因為我用這個錄影的方式快轉 讓大家可以大概知道 我只是讓這個 頭髮的顏色塗上去而已 那不管大家用什麼方法 那因為Clip它是一個蠻好用的方式 但是因為我今天用的是Painter 那 就不多說了為什麼我不用Clip 因為我的桌上新電腦沒有Clip 好 那大家只要用自己的方法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是將這個衣服 分別帽子 就是帽子上面的標籤分別都塗上去之後 我再來跟大家開始來講解我們怎麼上顏色 現在我們將這個個別個別的物件呢 都塗上了我們要的顏色 然後如果我想要調整它的顏色呢 就是我們把整個都配好之後就可以分別來調整 例如說帽子好了 假設帽子的顏色我不要這樣的顏色 我就可以自己呢 把它的這個透明度把它給保護起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直接去幫它做換色 例如我們幫它換一個別的顏色好了 假設 我隨便舉個例 例如說像這樣子換色 你可以任意的去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去感受一下你覺得哪一種顏色比較適合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個別的幫它做一個上色的 一個技巧的一個分享 首先呢 我會 我的習慣是先從膚色開始 好那膚色的話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在畫畫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平圖 平圖就是將它很均勻的塗上去 第二個的話就是分出它的亮跟暗 好這個亮暗呢 就是比較屬於有分 亮暗有分 它是明顯的 就是所謂的 影子的那種投影 它是很明顯的 好 另外一個是屬於漸層的 好 那我們只要做 第一件事情做完了 那我們現在要幫它做它的亮跟暗 好 那我先呢 做它的漸層的 不明顯的 還是要做它的明顯的都可以 好 那我來舉例好了 假設它的臉上 哪邊是不明顯的 好 我先將它的皮膚呢 再加亮一點點 好 然後呢 我就稍微的 幫它 起來 譬如說 它的臉 臉的中間是比較 凸起的 好 那我就讓它這樣子 有一點 就是稍微亮一點 但是因為這個筆刷是有點 比較屬於漸層的 比較屬於漸層的 就是會有點看不太清楚它的交界在哪裡 但是 讓它的臉的 中間 有點 提亮了 好 然後再來我說比較明顯的 就是 屬於這個明顯的部分呢 我就一樣去洗它原本的顏色 然後呢 我可以呢 稍微深一點點 好 假設我們頭上面 頭髮都會有影子 像這樣子 好它有這個 因為頭髮 好 頭色下來這個 頭色在我們皮膚上面的影子 是明顯的 好然後這個 旁邊的這頭髮 是靠在臉上 影子就是比較小 然後頭髮跟皮膚分開的時候 影子就會比較大 但是多 多多少少都有影子 本身 我們的皮膚的 亮暗是屬於漸層的 好然後 影子 頭影的部分 是屬於清楚的 所以我就必須把這個 清楚的影子畫出來 好 那眉毛這種 額地方 都是可以用一點點的 你要畫清楚也可以 就是眉毛也會有它的影子 然後鼻子就可以用模糊的方式 就是淡淡的一點點這樣子 紅潤感就可以了 這就是模糊的 好 那嘴巴我們就換成一個 紅色 淡淡的這樣 這個也是屬於 先畫畫看 然後 如果太深 我們就畫淺一點 淡淡的就好了 多出去的 可以用膚色 再把它 當作夏米茶的方式 蓋回來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一樣我們在這個皮膚這裡 畫上這個漸層的這種 好像是一個 一點陰影這樣子 一點陰影這樣子 這個就是模糊的 這個就是模糊的 漸層的 好 然後眼白我們就用呢 白白的 好 就是稍微 偏一點藍色 偏一點藍色 這樣 然後腮紅 就可以稍微的 給它紅潤一點點的 然後用這種 所謂漸層的 漸層的方式 讓它沒有這個 沒有邊線 所以你要很輕的 去畫它 好 然後眼睛 我們就必須要用 比較 確實 比較清楚的 來 把它畫上去 那現在呢 皮膚大致上 就是先這樣子 簡簡單單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的手跟腳 一樣會有漸層跟 就是 清楚明顯的 這兩種 好 那大家就 專心看我畫 畫完皮膚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像是以腳來說的話 會有清楚的影子 好 跟這個漸層的 這個 這個 一點亮暗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一一的幫這個衣服 也做一樣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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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哦 好 哦 選擇 好 好 例如這個頭髮我讓它是粉紅色 那這個粉紅色是不是可以 再深一點點 那我們一樣就是用這個比較漸層的方式 先讓它的看似它的髮尾要讓它比較淺色 頭上面比較深色還是剛好相反 那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好那我把它顏色稍微加深一點點 這個是上面偏深色下面是淺色 或者是 或者是要下面是深色上面是淺色 其實是都可以的 那你們覺得呢 我喜歡上面深色好了 這樣這樣子 好下面淺色 好這沒有一定喔 讓大家自己去決定 好那這是我的整體的一個配色 那當然我也可以讓它的顏色再偏一點點的 比如就是再來讓它顏色再帶一點點的 橘色 然後呢建立在這個頭髮的範圍之上 我在它的上面畫 但是依著它的頭髮的這個顏色的範圍 所以我也不會畫出去這個範圍 因為我有把它選取起來 然後同時我再把它印藏起來 那現在我在新的塗層上畫 我就可以呢 就是畫在這個頭髮的範圍之內 那筆刷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可以選擇一種比較頭尾是尖的筆刷 那現在我就開始幫它做比較明顯的色塊 那我設定光線是從左邊 好 左邊上面過來的話 那我們就是在 呃 右手邊的頭髮的暗色會多一點 左邊的話的亮色會比較多 好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分的這一塊 那我也可以將這一塊呢 好的透明度下降一點 讓它不要那麼明顯 然後甚至我也可以幫它 改顏色 就是讓它的顏色 譬如說可以讓它 譬如說可以讓它亮一點 然後還不記得暗一點 好 就是它的這些色彩都可以 重新再做一點修改 好 那如果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呢 呃 將這個 剛剛畫的這個 好 就跟它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結合在一起 然後呢 在 我們 我會開一個新的塗層 畫上反光就可以了 然後頭髮會有一些 地方是真的非常深的地方 那 可以用更深的顏色 好 它更深的地方 其實這邊的線膏 我漏掉了 應該正常來說呢 這邊應該會有 更深的顏色在它的底下 像這種地方就是叫做 閉色區塊 就是它怎麼樣 光線都照不到的地方 我們可以讓它 就是畫深一點在這個裡面 好 那增加它一點的 教室 深邃的感覺 這邊的帽子的顏色有 不小心跑出來 等一下可以 幫它做一點點 修改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到它的 臉部來 眼睛基本上就跟著我們的 頭髮啦 基本上這是比較 屬於保守一點的 用色是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跟它 不一樣的配色 好 譬如用藍眼睛 綠眼睛 都可以的 好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發揮 然後眼睛的部分 你可以 開心的塗層 然後這樣可以變換眼睛的顏色 也可以直接畫在膚色上面 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現在是用開塗層的方式 那基本上呢 毛的部分 它的睫毛 這上面這一塊 可以跟頭髮一樣 真的要變的是 可以是 這個中間的珠子 那我用比較硬的筆 好 我先將 這個 它的眼睛畫上去 大家可以先看怎麼畫 這個 眼睛我大概講一下齁 它的邏輯 大致上就是 它中間會有一個 比較深的 這個圓圈圈 那這個圓圈圈呢 你可以稍微 把它的中間 不要畫得這麼深 就是它的外輪廓 深一點就好 然後呢 它也會有一個 最亮的一個亮點 只是看你這個亮點 要放在哪裡 好 然後這個珠子呢 整個的圓形的 最上面 也會有一個反光 像我用紫色這個地方 好 因為藍色的隔壁就是紫色 那你如果用藍色的亮色來畫呢 就會顯得比較呆板一點 所以你可以用它隔壁的臨近色 好 藍色的旁邊是紫色 也可以用天藍色 來畫上面的反光 這地方可以做一點點的一種 燈光的投影的那種反射 那這個反射的顏色 可以讓它比較明顯一點 好 所以邏輯上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網路上 有非常多可愛的漫畫的這種風格 其實大家可以去找你們自己覺得喜歡的眼睛 然後呢照著它畫的那個你要的感覺 好 把它呢畫這個 比較繽紛可愛一點 顏色多一點 豐富一點 好 甚至裡面都還會有一些 點點點點啊 顆粒感啊 或是一些星空啊在裡面 然後最後呢再把它的睫毛加上去 好 然後線條就看你要不要把它給擦掉 好 就是有時候眼睛的線條呢 會有點硬硬的 好 那我有時候眼睛畫到後面 這線條就會稍微把它 像我這樣子把這個線條 好 就是 因為我們有分塗層嘛 所以把它的線條可以擦掉 然後它就是在 眼尾的地方就會變得比較柔軟一點點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再用畫的方式 就不要有線條也可以 好 這是這是 很多種方式可以畫眼睛 但是大家可以找一個覺得自己 比較喜歡的方式 然後把它的重點 好像我現在呢還少了一些 比較立體的東西 譬如說它的對比啊 還有睫毛啦這些 把它給畫上去 還有一些星空的感覺啊 其實接下來就是 我會把這些東西補上去 好 不用太複雜 盡量就是簡單 然後明顯就可以了 好 其他地方呢 我就一樣把它的這個 亮跟暗把它分別塗上去 然後呢再幫它的配色 好 多加一點豐富的元素 像是它的這個帽子上面的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的徽章啊 好 然後衣服上面的條紋啊 然後最後再把它做 塗層合併之後 再做整體性的加強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都是個別個別的物件 把它個別的畫好 那難免會有一點點 比較看起來比較生硬一點 那最後完成的時候 要將塗層合在一起 再做總整理 好 這個就是 一個整個畫畫的一個流程 大致上是這樣的過程 那接下來呢 大家就可以專心的 看我把它完成囉 如果你看我們 obscure 我這個是甚麼 很棒的 應該會將這個畫畫 我看我這個畫畫面 所有的影片 做完整的影片 我可以放在一起 看到這個畫畫面 我可以看你 它們在一起 我看到你 好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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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画到这个阶段啊 我们就可以将它的线条最后开新的涂层呢 再重新的去加强一些比较粗的线条 因为有一些闭色区块像是头发的这个缝隙 或者是这个脖子这个里面 我等一下呢都会再让它的颜色再更深一点点 让它的线条有一点比较粗一点 让整个画面看起来会比较有力量 而不会看起来淡淡的 好我这样远远看它的线条 因为都很平均的这个细的线条 它粗的也没有真的很粗 所以我们要做到让它拉圆的情况之下 它的线条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出现 好那我现在就把它那边线条再稍微的描过一次 重点式的局部的范围就好了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我都在哪个地方做它的这个出现 第一个是它的夹缝 好就是像这种夹缝处 这个里面还有像这个里面这个地方 我都会把它算 算是把它整个都画比较深 第二个就是它的比较属于暗面吧 像是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它的像这个底部的地方 我也可以让它稍微粗一点点 但是你要用它的原本的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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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就到這邊完成 細節的部分可以一直去鑽研更多細節的地方 其他的部分的話其實如果重點的話這樣就可以算完成了 希望大家這次的分享上色的部分讓大家有能夠理解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畫給我看 然後可以傳到我的粉專的私訊給我 祝大家畫得愉快、開心 記得要傳給我看唷 謝謝你們,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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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